新冠市马上也关心就是大家等了好久的五阳高架段 终于呢在今天完成了所有的检验 确定十九号就会举行通车典礼 那么星期六就可以通车 虽然五阳呢终于达正了 不过另外的淡江大桥还有机场捷运 都被新北市政府抨击 说这个进度落后到影响了市政发展 今天执政党立委也表示 交通部再不绷紧神经的话 明年的选举也不用选了 交通部长叶匡时证实机场捷运 确定要延后一年以上无法如期通车 还有其他建设也进度落后 立委直询当然不给面子 新北市点出三项交通建设进度延宕 交通部长叶匡时则回应 五阳确定在二十号通车 但江大桥则是因为施工经过 十三行博物馆卡在环平 交通部认为不算落后 而吉祥捷运 叶匡时坦诚发包进度都有问题 往后延拼明年十月通车 对于党内批评影响选举 叶匡时不做评论 只说会做好分内工作 好在五阳通车能给个交代 三项重大工程终于完成一项 这个礼拜五会有通车典礼 礼拜六会全线的开放通车 会不会跳票 不会 虽然五阳确定可以全线通车 不过回顾四度跳票 第一次是没赶上中立扬眉南段 第二第三次则没能让民众用五阳过节 第四次跳票则是间接影响清明交通 第五次叶匡时终于确定通车 也要洗刷放羊的孩子的封号 有点TV蔡中吴岳嘉妮台北报道